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缅文共有33个字母 只要学会拼音就能做基本的发音了 没错 如果你有兴趣 我也可以教你更多的生活用语 对了 现在时间还早 我带你去逛逛吧 好啊 麻烦你了 我发现大家好像都穿着像是长裙一样的服装 这是缅甸最具代表新的服饰哦 大多数男女老少都会穿着沙楼和甲脚鞋 我还发现他们脸上涂着一种颜料 那是什么呢 那可是缅甸美容蜜饭丹的咖 是用黄像链树皮沾水沿抹出来的绸钻液体 不仅能散发香味 也有防晒 消炎等效果 是缅甸独有的天然保养品 好酷 有机会我也想试试 咦 缅甸也有泼水节吗 我以为泼水节是泰国的节日 泼水节是缅甸的重要传统节日 也是新年 在明年的四月中旋举行 是缅甸的一月底或二月初 议事过程有五天 借由互相泼水 来洗净就年所有的厄运 为对方带来好运 而第五天是元旦 迎接新的一年代表重新出发 就像台湾的过年一样 是啊 特别的是 我们过年一定要吃檀元 缅甸檀元是吃冷的 只有椰子黑檀屑一种 还会撒上椰子丝 象征圆满团圆吉利的意思哦 台湾人则会在冬至吃汤圆呢 不过说到热乎乎的汤圆 这边的天气好热啊 哈哈 你穿得太多了 走吧 我带你去换装吧 我刚刚在市场里 看到好多漂亮的玉石 对 因为缅甸拥有 丰富的天然矿石资源 如缅甸玉 红宝石 蓝宝石 琥珀等 在世界上享有圣域哦 早知道我应该再多买一些 诶 那边有小学生在校外教学 你知道吗 联甸的学生服装都是 全国同一的款式 不分男女 上半身都是穿白色 下半身都是穿绿色哦 诶 为什么小学生跟老师说话时 会将双手交叉呢 如果缅甸人做出双手在胸前交叉 身体稍微往前倾的动作 代表礼貌的象征 原来是这样 接下来我带你去参观缅甸著名的景点吧 在缅甸90%的人民信仰佛教 男孩通常会在5到15岁出家 女孩子一个人意愿决定是否出家 缅甸的每个家庭都很看重出家仪式 不愧是佛教大国 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进去参观时 要脱鞋子和买花呢 举防佛塔 寺庙等圣地 都不能穿雪进入 所以进入佛寺时 要一律赤脚 否则将被设为对佛教不尽 要特别注意哦 另外大部分人来到寺庙 也会顺便买花拜佛 以祈求平安 并在佛像上洒水 欲佛祈福 原来如此 诶 那些佛像和动物有什么含义吗 它们代表缅甸的八个生肖哦 哦 就像是台湾的十二生肖 是的 不过不像台湾是以年来区分 缅甸的生肖是对应八个新向日 按照出生在星期几决定生肖 我明白了 来到东南亚三大奇迹之一的阳光大金寺 不仅能感受佛教的庄严和神圣 也体验到了缅甸的文化特色 我已经等不及前往其他景点了 很高兴你能喜欢 除了大金寺外 缅甸大金寺和普甘也是著名的观光圣地 去普甘还可以搭热气球上天空欣赏一大片美丽的佛式古迹风景 这万千的佛塔皆是缅甸建筑艺术的缩影 体现了缅甸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除了佛教圣地外 另一个景点应来湖 这展现了雪上人家的生活景象 这里的居民都住在雪上 生活在雪上 可以看到他们住在高脚屋 并用脚划船 都是这里的特色 是很不错的旅游体验哦 哦 希望有机会能去这些地方参观 可以的 不过我们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享受缅甸美食 祭祭五丈庙 走吧 这是什么声音呢 这是传统乐器演奏的声音 在卡拉威公吃饭 除了吃美食外 还可以一边欣赏传统乐器表演 哇 听起来好像很精彩 知名 这些都是经典的缅甸美食 吃吃看吧 咦 怎么没有看到筷子 哈哈 在缅甸都是习惯用手抓饭吃 不过也有像西方使用供汤池 供网的用餐方式 可以自己选择哦 你也试试 真好吃 谢谢你今天带我四处参观 认识了缅甸的文化特色 也品尝了好吃的缅甸美食 相信有了今天的体验 明天工作一定会更顺利哦 不客气 快进去休息吧 哒哒 好 明天公司见 哒哒 啊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